天然的旧心丸 家里应该常备 改善你的心肌缺血 心肌缺血呢会出现心肌凶闷 用下面这个方啊 可以有效的去改善 心肌缺血是心脏供血 供应的血液不足了血管出现的问题 但是呢当供血没有办法去满足 心肌的供血供氧的状态时 就出现了心肌的缺血 那心肌缺血有两种情况啊 其中一种是急性发作 一定要立即马上赶紧送医院抢救 分秒必争 这是生命危险 在稳定时期最典型的症状表现 就是运动以后啊 或者睡不好觉 劳累了以后 会出现心前驱的不适 疼痛憋闷 之前呢就有一个粉丝朋友在后台 给我发来消息说 他在一次运动以后 出现胸闷 挤压感 疼痛 头晕 冒汗 这些症状 休息呢 好几天 还是没得到缓解 最后呢 被家人送到医院去检查 发现是关心病 心肌供血不足 我根据他的这个实际情况进行辩证了以后 给他开了一个方 主要就是有单身啊 解白啊 当归 桂枝 充胸 至干草汤的组成 至干草汤呢 是我最喜欢用在心肌缺血的一个小方子 它比较温和 主要就是益气滋阴 通阳覆脉 这患者呢 服了一个周期以后 胸闷的症状明显的得到了缓解 其实呢 中老年人呀 到了岁数以后啊 很容易会出现心脑血管的疾病 比如像关心病 心脚痛 这样的问题 在这里呢 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病症 不能私下用药 需要辩证实质 大家可以把具体的情况发给我 有空的时候 我来帮你辩证分析